我想分享如果你想解雇外用 如何和他终止合约 其实在劳工署和入境事务署都曾经教过 如果你想和他终止合约 其实你发布可能他犯错的时候 你可以和中介公司谈 先后前后可以发出三个Warning Letter 然后去到第三封Warning Letter 如果他依然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顾处可以采用终止合约 其实那里有一格是劳工署也有教导我的 是想去其实我们可以解雇 因为多次警告而他 或者真的很严重很严重的罪行 例如我姐姐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行 他就可以不用我三个Warning Letter 即时解雇终止终止合约 而当时是不需要去陪他 他一个月的制代通知金 也不需要重复给他的 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行 就是他不回来睡 他不听雇主电话 以及他违反入境事务署条例 他当晚擅自不回家睡 不听雇主电话 他擅自离开工作方位 其实他已经没有离行合约了 这个当时是可以即时终止合约的 除非他犯了这么严重 如果你说他在家里偷了 你有镜头拍到他的 或者他虐待小朋友 你拍到他的 其实这些都可以是很严重的 不用三个Warning Letter 你可以立即终止合约 其实你去 我不记得了那个连续的次序 好像入境事务署 还是劳工署 我不记得了 不好意思 他有一份 是终止雇佣合约的连续 你转进去 然后你写出来 然后你在那里签个名字 而不需要姐姐签名 其实你已经可以即时 和他终止合约解雇了 但我们解雇了的时候 很多时候 用工会觉得我们不合法 不合理 然后他们很多时候 下一步他们就会去 勞工署 反告雇主 就会想拿回 4630元一个月的 菲律宾的姐姐 人工 然后他们再想要 拿多重的 然后他们再会拿 他们服务两年的牵扇费 如果他没了两年约的话 他也会想拿起机票钱 总共加起来 可能7000至9000不等 但是其实我们雇主 如果他没有好好利行 工作上的所有东西 或者擅自离开 没有做好工作上应该做的东西 其实我们雇主是如何保障自己呢 我们是可以反稿 拿回他的一个月的 4630元是他赔给我们的 但是有一件事 香港有一个扭动 我觉得这个是差一点点的 当他们离开了我们的家 他就会去所谓的 房间房居住 其实我们是很被动的 如果你去劳工署告他的话 你去开案 劳工署是不给的 是要他去告我们 才可以成功开到这个案件 当中他就会找个 中介调解员 他会和你们调解 谈不谈得成 如何 如果谈不成就上法庭 但是很多时候 其实那个姐姐 如果他很急找下一个僱主 所以这个就是那些跳工的姐姐 所以现在就集了 其实他很急去找下一个僱主 他就会找中介公司 找下一个僱主的时候 但是如果当他已经找到新的僱主 那接着那个visa 要批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姐姐 担住了一个劳工署 他去告僱主的时候 其实这个姐姐 是会不批签证的 所以这个姐姐 就会立刻去取消 这个他告的僱主 那样东西 好让他出到签证的 所以种种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僱主是 可能有时被他告回头 那怎样保障自己呢 其实你要去走 每一步的时候 最好打去劳工署 去问 因为是24小时的 亦都可以去送E-mail 必急事务署 去告知他其实发生这件事 你问清楚所有 等他们教你怎样去做 你试图去走那一步 那你就可以保障自己了